今天在我们这个特别单元里面 介绍这个谈话的艺术 我们最近呢 我们这个节目呢 就走向这个谈话的节目比较多 不像以前的这个综艺节目 都直接介绍了歌舞比较多 现在综艺节目反而的talk show比较多 而且内容尺度呢 也很往常的有很大的不同 可以说是从这个 客厅呢 谈到卧室 天门地理呢 无所不谈 讨论着现代化的问题 像两性的问题 未婚妈妈等问题 还有夫妻相处的道理等等 所以说内容非常广泛 而且非常直接 其实谈话的节目 在早期就有像是相声 这个然后发展到现在的talk show 形式让我们谈话的节目 从内容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民风的转变呢 相当的大 从而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直接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呢 要请到我们在这个 可以说谈话节目当中的 可以说三代 可以混乎说话的 我们老祖宗 也来到我们现场了 我们首先要介绍我们的 魏龙豪先生 还有我们张国栋先生 今天介绍另外两位 那就是我们王孟林先生 赵树海先生 这个记得以前呢 我们在这个综艺节目 经常看到我们王孟林 赵树海呢 都来一段精彩的 说说唱唱啊 又能说又能唱 这个我们魏龙豪先生呢 还有我们张国栋先生 他们属于那种主事业级 对对对 您是属老师级 还有我们介绍学生级 学生级 就是帅哥众议组 来我们欢迎他们 这几位呢 都是我们那个 可以说TOKO秀里面 后起之秀 帅哥众议组 说学逗唱样样来 在TV新秀 争霸赛里面 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演 让这个节目收视里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平稳 谢谢 谢谢 这次的相声活动呢 我们想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演出的时间 是在几月几号 7月5号 6号 7月5号 6号 两天 一天表演几场 一天只有一场 只有演一场 各位非常难得 因为可以说是 相声呢 是非常难得的 同时他们呢 可以绞尽脑汁 想出很好的剧本 各位呢 只要花个钱 在现场就看到他们的 这个可以说辛苦的捷晶啊 有三组人 对 老中清 老中清三组 祖孙三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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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走 算 我变啊 是不是唬人啊 那届十九区的歌唱大赛 要不说我嗓子眼里长着青春痘 哪轮得上江学友出头啊 喂 真的这么本事 唱两句我听听 我喜欢你 可是它一直是个阴影 我也搞不清楚 Jacky 你明晚上来我家吃饭 我会治好你的病 哪里胡冲啊 我用毒就把它解决了 葵花宝典的下落呢 还没查到 Jacky 你怎么了? 走开 你骗我 你进来 我不要见你 你进来再说 你进来 张秀 你好 周星驰 你好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常常看电影上 周星驰的表现都是属于喜剧方面的 那你们谈谈你是不是比较喜欢演喜剧呢 是我很喜欢喜剧的表演方法 但是我也想 是不是想 想 想 尝试 不同的 路线 我死也要给你加一关 张秀有这个演的爱情戏是很擅长的啦 哦 那么这个演喜剧呢 我觉得你演的也非常的 非常的好 那么你知道啊 你是一位很很杰出的这个歌手 那么你几乎把这个 又是唱歌又是演戏 你真的抢很多人都饭完耶 你知道吗 呃 大 大家抢 大家努力抢一下 没关系啊 我是 我是 很喜欢唱歌 然后拍戏也蛮有兴趣的啦 我知道张学友曾经将余晨庆一首歌曲翻唱成这个广东版 而且在这个香港市场非常的好 能不能谈谈这个感觉 我是偶然在街上听到的啦 那就觉得他的旋律是很好听 然后我回到香港就跟公司说有一首这样的歌 然后碰巧余晨庆是我们公司的香港的代理的啦 那所以就把他选来唱 这个成绩出来我非常的满意 周星球得过这个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 是 那么这个张学友得过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是 哇这两位演技都这么杰出 那一起演演戏的话 你们会不会有这个 呃 强戏的情形发生 因为两个戏都这么强 那我们本身是 呃好朋友嘛 好朋友了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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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再加上默契 再加上本身戏感十足 哇这个 这个戏一定很好看 我觉得大概是因为我们年龄都差不多 嗯 话题比较接近 然后 很可败 张学友还有周星驰啊 那么你们两位呢 都可以算是这个年轻一辈的演员啦 那么我还听过有一句话就说 呃人家称你是这个小一号的成龙 哦 然后有说这周星驰呢是这个将来周润发的接班人 那你们你们谈一谈这个 这种这个赞美感觉怎么样 周星驰先讲 嗯 谢谢 谢谢 真的谢谢 谢谢